大家好 今天是2月19日 星期一 似乎今天A股回到来 也叫做熊盘高收 农年第一个假议日 但港股这一边 反而表现真的有点强差人意 但这件事 我觉得又不是完全猜不到的 为什么呢? 其实在上星期的时间 港股也真的升了很多 所以当A股回到来的时间 升幅不算特别好 标青的时候 有些获利回套 我觉得不奇怪 而且因为今星期 也有很多东西大家要关注 都说了很久了 Nphilia的业绩 另外回控 回控应该是星期三 就会出业绩 所以今星期的时间 应该说 市场都颇精彩 因为又会有多业绩 另外A股服市之后的表现是如何呢? 大家都要密切关注 但是我看到很多朋友也有点留言 我会逐一跟大家谈谈 一些股份的问题 但是我想回应一位朋友 凭良心属做事 这件事 每个人都应该这样 当然我会先多谢你 BVW 我也先多谢你 但是 我都觉得是 人之常情 每个人都应该要这样做 所以 怎样都好 我会继续加油努力 希望大家也是 有点东西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 我现在有两只 猫猫 很有趣 新年 大家 可能现在 拍例子 也会派给猫猫 我也在想 派完给猫猫 那些钱 究竟怎么用法好呢? 我都想了 其实 我会将它 当然 不太多了 例子钱 但我都会找机构 可能不捐了他 都当是帮猫猫 可能立刻回覆 那样 我当时 那本大利是 我会帮他坐起来 我那本就坐起来 因为 看看他 如果万一有什么病痛 希望坐取利是钱 就可以帮他 到时看医生 那样 还有一个 其实 我常常 跟大家 可能 大家听我之前 有些股份 都可能有些 赢过钱 但是 我想说一件事 其实 大家如果真的 赢了钱 我建议大家 都是 可能 多部分 去做一些 信德国的机构 做一些善事 因为 我想 我常常觉得 钱是找不完的 但是 如果真的 自己可以 找到多个钱 真的 可以的话 和别人分享一下 都是一件好事 所以 我也是 每逢 我每一次 可能 投资赢了钱 也好 我也觉得 可能 找一些机构 捐些钱出去 或者 买些好东西 和朋友分享 对 对 对 純粹说一下 这些 我先讲一下 这些话题 但是 那些市场 其实也没有说是否好 因为 我觉得 今次 捉到路数 即是 上星期五的时间 升市 又不是完全猜不到 所以 如果市场 既然 A股 保持着 市场 有机会 再重新 去 复市 之后 再多浸 我觉得 很合理 所以 上星期五的时间 我觉得 可以的 今天的跌 也不是完全猜不到 因为 如果今天 A股 升上200-300% 就 市场 但 始终今天 升幅 真的差一点 所以 跌回一些 我觉得 又可以合理 所以 所以 不要紧 不过 今周 要先看A股的行程 因为 今天的现象 就是 你看到 在下午的时间 成交量都缩了 成交量都缩了 挺明显的 所以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又觉得 其实 未能作准注 甚至 等成交量 可能去过千亿的时间 我才会见真章 今天 其实 下午的时间 成交量 大概300多亿 其实很少 所以 变成了 很多固分 或者很多情况 又不需要太在意 再观察一下 另外 就是 S.O.U.N. 其实 我也看着 其实 这两晚 星期四 五 晚上 其实 我也真的看着 但是 看着 我又开始放弃了 为什么呢 因为 真的很累 而且 其实我真的 买得不多 只不过是 純粹 有些觉得 如果真的可以捉到 路 捉到 筋的话 也挺好的 其实有时纯粹是有满足感 但是 第二晚 我都放弃了 它继续上升 也算是可以 但是 没有的 就是买一些股 S.O.U.N.D. 真的有一阵子 走了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走完之后再升 的话 那就算了 赚了才算 但只不过 我又没有沽 因为我真的 得不多 第二 我觉得 如果回到这一两个走势去看的话 似乎 还可以再看看 当然 如果回到上星期五的时间 美股那些AI股 都挺大震荡 你看到那只 超微 也跌了两成 一时之间 大家又觉得 好像是否这个版费 已经玩完了 是否已经是爆破 但是 我又这么看 其实 你看一下超微 想想想 这么多上来 年初至今 升到差不多两倍多了 跌了两成 其实又 不是什么特别的 他计算年初至今 都还在升上 180多% 好像不止了 你想想 如果升那么多的时间 回到那些 其实还可以 没什么 而且 本身市值又不算 升得很夸张 因为资格 有资格 资格的资格 所以 我又觉得 又没什么 让大家冷静一下 也都未成为 好事 而且 今星期始终 有NVIDIA 的业绩 我自己都预计 业绩 我都觉得 多厉害也好 除非真的 厉害 超出大家的预期 很多很多很多 如果不是 其实 会有机会大的 上一次 其实你看到 他上一季 出现业绩 之后 业绩很好 资本党很厉害 他本头也曾跌6% 我觉得 当你的股价 升得这么厉害 的时间 其实 有少少瑕疵 又或者大家 有少少 觉得不满意 的时候 你的股价 更加 合理 但是 对于 这一番前景的看法 仍然是很乐观 正如 上次 我跟大家 有分享过 上星期五 早上的时间 和大家分享过 SOLAR OpenAI 最新的 就是 用 TES 可以再 一段影片 其实 你看到很多人说 而这件事 本身真的很厉害 所以 AI 和大家的 日常生活 开始变得 物不可分 其实 这些办法 其实 你没有了 你只能说 怎样也要拿着 他跌我都不会放 我甚至乎 加住 因为 没有了 当你想想一件事 其实有些情况 大家应该 可能 已经 知道 什么呢 你想想 OpenAI 希望整个基金 六、七万亿 去做芯片 另外 孙正义 现在都说 要用一千亿 一万亿 都是说 整个芯片 背后的意思 就是说 不够 既然这一刻 不够的时间 这一类的股份 其实你做了这一份 你不需要担心 你不需要担心 你不需要 之后才知道 但现在这一刻 它们的产品 真的供不应求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 这些股份 真的不怕拿 而且 我都说一句 硬件之后 有些软件 怎样去形容 那方面 其实我双几乎很大 所以为什么我会 偿担 Microsoft 就是这样的 但是 怎样都好 大家再继续看下去 有朋友说 如果中午 都可以说完 更加之好 我会考虑一下 因为 其实现在 跟之前的时间 有些不同的地方 只是说 因为以前 无线 有个财经台的频道 本身 大家如果有看我做节目 都知道 那时候 也挺多 那时候 基本上一个星期 也有五天 几乎有些情况之下 五天 都要去无线做节目 虽然近 但是 都要准备 而且 那时候 也不止做无线 正如 现在 其实我做的节目的环节 大家都很清楚 只不过 在无线的地方 比较少一点 但是 就变成 星期三的时间 到星期三 我去 Yahoo 基本上 我12点 都还是在 一只如冲 那如果我拍片的话 那是不是只拍一三五 拍二四 那 我想我要想一想 而且 也要视乎一些同事 因为 始终拍完一段片 也要同事帮我 帮我上升 也要有后期的功夫要做 也要看看 他们的努力 会不会太重 我也要衡量一下 而且 有时候 拍这段片 虽然我都很随心地和大家聊天 但是 也有时候要做些功课 我也觉得 如何都好 做功课 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 我想我多忙 甚至乎 多忙 也好 做功课 是日日的恨上做的事情 那我又不想拿楼摊 是不是 所以 我自己再 再订一订 再想一想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 试试中午都拍一些片 另外 阿里巴巴是否投肩 抵了一黄金交叉 我要出去找一个图 才知道 但是 因为 对于我来说 图我又少看 除非一些 很有啓示性的平均线 好像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二百五十月线的概念 或者二百五十天线的概念 这一排 五十天线 就很明显 对港股来说 是一个很关键的水平 那 就先看这些 但是 阿里巴巴是 他的细图真的差一点 那 如果你本身是没有货 Kilfin 再等一等 那 另外一个朋友 先看看 Lam3993 不用 是我的直老师 直兄弟可以 哈哈 是的 291和331收收好吗 嗯 我只可以说 291 这个是润啤 润啤 我就不特别喜欢 另外 331 就是很多 叫做 股评人 很多推介 因为 他们好像 你刚刚提到 用来收息 润啤 我就不知 为什么用来收息 润啤的 其实也不见得是好的 那 用啤的色 现在多少 用啤的色 真的一点都 一点都不特别吸引 看看 现在用啤的色 看看 看看 看一看 很快 看这个 用啤的色 对 用啤的色 只有两厘 用来收息 就绝对不对 除非你用来说 增长 我觉得 我又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 如果要增长股的话 大家的看法 可能有不同 但是 变得去一去看 但是 收息的话 两厘 绝对不是一天收息股 而且 收息股的定义 对于我来说 是会有派息 业务稳定 币 ratio 稳定 但是291 绝对不是 所以291 就不会是一杯茶 至于331 我知道很多人推介 很多人问我 是否这个业务很稳定 我又不可以说他不是 只不过 因为 他也叫做 新世界系 我自己 不是太喜欢 这一系 或者有些戒心 所以 他高色 但对于我来说 有些高色股 可能比他更高 对于我来说 也有 等于517 这些 所以 我又不会 特别购买 331 所以你问我 我就觉得 你 你听 也有不同 不同人的观点 但是 好像 331 或者 一见他的主席 或者一见他 公司的背景 是什么人 或者是哪些人 我立即会 停下 停下 不会再看 大家试想一下 分析一间公司 需要时间 但是 只要等于一些股份 分析 很快时间 所以 要选择分析 但是 第二 你已经分析了 你会省很多功夫 这一只 对于我来说 就是这样 所以我已经分析了 另外 这个朋友 先看 美股那边 不好意思 我也要看看 那次讲什么 但是 我现在 美股那边 如果说的是 ETF 那些 就是HACK H-A-C-K 这一只 我觉得可以的 不过我都没买 另外就是 PLTR PLTR 应该这一只 大家都熟悉 这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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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些股份 可以的话 先等下 买美股的话 现在这一回合 等来 星期三 即当地时间 在NVIDIA的业绩之后 才再想到 美股 因为这份业绩 实在太关键了 所以 这几天 今晚就美股放假 明天就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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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对美股来说 就是NVIDIA出现之前 这两天 我相信市况 甚至股份 应该都 都会挺精彩的 因为很明显 NVIDIA业绩之前 肯定有些资金会暴储 即是买呀 股票 它会超级波动 出现的业绩也是 但是 看看业绩出来 什么状况 最后大家到时再分享一下 最后 就是1138 为什么呢 1138 升得很厉害 升一成上去 最主要是 因为 因为运游的指数 即是内地的指数 也好 都升了差不多五五六成 因为很有趣的 内地的运游指数 假期的时间 就会停的 等于 内地没有一个 叫上海集装 集装商指数 和中国集装商指数 如果他们放假的话 就会停的 所以他们的报价 停了两个星期 今星期才会再开 但是 游运指数 是每天更新的 所以 变成了 突然的价格 就爆升了 差不多 去到近 我认为近 8个月左右 高位的了 即是今天的报告价 所以 现在的报告价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也有点点 驚訝 大概是 六七万元一吨 每天 每天 都很厉害 也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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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意一下 1-3个trend 或者各个运回价格 看看能不能够 保持得到 保持得到的话 都可以的 今天再更新 猫眼 猫眼的股价 今天股价比较差 跌下去 但是 没有什么 这种股价 由日一开始 都知道 好像 价格 都几乎不定向风 那 票房收入去看 其实是厉害的 大家也知道 看了报道 也只是历史的新高 那 他的计划是很有趣的 他计划是不算星期日的 我计划 其实 票房收入更加之厉害 但是 股价会比较差 有些说法 就是说 一月份的时间 表现就很危险 一月份的数是很差的 大家可能担心 票房收入 虽然说 新年这些时间 表现好 但是 我担心这些毋以为计 不过 我又觉得 做事更公道 通常 大家都知道 一、二月份 通常是拉来看的 如果这样计划 虽然现在和之前 相比的话 仍然好像差一点 但是 我相信 你如果认回那个 trend 去看的话 应该未必太差 而且 今年因为有些爆 这些爆料 就是说 那两个四道戏 就是最慢的四道戏 其实都不是什么 原先 不是什么 黑马的感觉 得到第二十条 是觉得是厉害的 因为多明星 和张维谋 其他那些 其实大家都 最初觉得 都应该是一般般的 所以对于今次的票行收的看法 其实大家看得很深深的 但是出来这么厉害 其实应该是按道理 应该有些 看法有些调整 谁知又没有 但是又不要紧了 既然我计划这么漂亮 我就说 我都预计会出型起 我也会考虑 但是目标价 都是看着10元楼上 10元楼上 可能都会减少一些 因为 我有些新的想法 不过 这就让我再想得成熟些 还有想得太多 再 再硬一点 硬正一点的时间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大家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那我们又明天再见 大家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再留言给我的 那我们又明天再聊 拜拜